我刚才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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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用心 在听萧萧说的话 她没听明白 我是真的没听明白 她最后说了什么东西 她感觉就用了很多花花草草的语言 堆切了一下 然后跟我说 她为什么要放弃呢 这爱情题对我来说太难了 你看 听不明白 简单来讲她感觉就是你在一起 以后会不在一起 你现在还去追人家就是不好的意思 如果套用我一贯的那种 用爱情题遇到爱情题 就说一点吃生喝喝的时候 就是说当你知道你会拉肚子 你就别吃饭 所以还会肚子饿也别吃饭 反正最后结果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都会放弃的 就不要了算了 是这个意思吗 谢谢 当然不是 那你就说错了 我来看看吧 爱情这东西我是不懂的啦 她刚才说她的关键词是爱情 关键词是追 对我来说这道关键词是鸡 时光鸡 我尽量在时光鸡里面看看我们可以谈什么 当我深入了解这个时光鸡的时候 我发现很多东西是细思极孔的 我用了成语哦 细思极孔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东西这个点啊 非常绕 你们跟我想一遍啊 为什么我到最后不跟她在一起 很简单 因为我看姐姐绕的我要自己看一遍 因为由于我做了时光鸡看到不是我 所以我不去追她 结果那个时候就不是她 这就是时光鸡给你下的陷阱 没有听明白是吗 我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由于我做了时光鸡 到了那时候看身边不是她 因此我回来以后没有追她 所以那个时候身边不是她 这就是时光鸡给你下的陷阱 时光鸡在给你下陷阱的时候 它展现给你的是已经包括时光鸡本身 已经出现过的 就是你做时光鸡的时候 你已经变成在你看时光鸡的时候 看到自己做过时光鸡 绕不绕晕不晕 这么绕这么晕的时光鸡 你还信她你蠢不蠢 又这样子放弃了一个谈恋爱的机会 没有谈恋爱过的人哦 所以我说这个不靠谱 这是第一种可能 第二种我们在想 为什么会有时光鸡 为什么会有人想要发明时光鸡 我们预知未来是为了什么的 对我来说发明时光鸡 小叮当已经告诉我真理了 发明时光鸡就是为了改变未来的 大熊的子孙把时光鸡送给他 是为了让他避免这个悲惨的人生 但是对方呢很听话 没有看过这么听话的人 时光鸡跟你说不要追他 他就不追 时光鸡说你喜欢的是张三 他就去喜欢张三 有这么激化的人吗 对方 这是时光鸡给你下的第二个陷阱 时光鸡教你的是要逃避现在吗 不对 你去算命算出 哎呀你等一下会这个命不好啊 你说是吗 好吧我认命 有人这样子的吗 所有算命的人算出来都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以这个时光鸡哪怕剧透了告诉你你的结局是不好的 他要你做的是什么是避免这个结局 而不是逃避现在的生活 再来我们再看啊 时光鸡现在这个时光鸡不太对啊 要看就不看远一点 他给你看十年 他说十年不是这个人在一起了 那我问你万一我们发明了一个可以看到20年 你发现20年之后你是跟十年前那个在一起 你怎么办 你那时候就说完蛋了 哎呀好可爱 你不晕 看 我不知道那个时光鸡是不是真的是对的 我也不知道这个时光鸡有没有玩我 但我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知道我们人生的大结局了 我们不需要时光鸡 没有时光鸡出现过 这东西真是脑洞来的 但是你不知道你人生的大结局吗 剑彪 你人生的大结局 我算一下 50年会死 他50年后一定会死 马老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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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都快100了还不算了 一批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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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死的 虫仔 啊 你家养的猫 我上网查了 大概10年 好比我久了太好了 好 你看 那你现在怎么样 撸不撸猫 玩不玩猫 你良心会痛吗 哈哈哈哈 答应了她投胎 下一只猫等着来呢 所以当我发明了一个更强的时光机 告诉大家50年后 都有我们注定的那一个结局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样的 没有怎么样啊 没有像对方讲的这么悲惨 也没有像你们讲的那种会很痛 我们该吃饭吃饭 该干嘛干嘛 该看剧看剧 该上奇葩说上奇葩说 该说话说话 我们人本来就已经是知道大结局的人 但是我们一样走了过来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这样 我们有这个能力 忘记那些注定的大结局 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这个题目 它只是让我们把时间缩小了 看成了十年后的东西 让我们误以为我们没有能力 去忘记那些可能会有的不好的结局 但实际上我们是有的 那这道题的意义在哪里呢 马老师 人生百年 什么意思这句话 意义大概就是说 当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注定大结局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不是像对方一样去放弃我们的机会 而是珍惜每一个机会 当我们知道我们以后没有的吃饭了 我们不是现在不就不吃 是珍惜每一顿饭 当我知道以后可能没有这个人了 而不是放弃这个人 而是去珍惜每一个人 珍惜这个字啊真的很去 珍惜这个字真的很普通 但是我们常常忘记 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机会再告诉你一次 要珍惜每一次机会 珍惜每一个人 因为有一个人生注定的大决机告诉我们 我们会有一个完结的时候 谢谢 我最近从米味转职去了米果干活 米果的老板是胡建标 今天我跟老板在玩这个游戏 哎这是个难题啊 刚才老板都说了 一码事归一码事 我们团建就是为了让你们怼我们 你们知道米果是在哪里团建的吗 老板带我们去蹦床 因为老板是个健身狂 虽然工作的时候他想亏据 他说他生活不会 但他带我们去蹦床 在米果里面员工每个都像我这个身材 你知道蹦床是什么地方吗 就是很多的地 然后他们是弹簧的话 我们就这样 老板说我订了三个小时的场 他真的蹦得很开心 然后他说严如今 坐在那里干嘛 蹦 老板我怕这个床有问题 我研究过了可以承受一百公斤 我又不好意思说我超过一百公斤 我的妈呀 老板不是不需要我们放水 他找到他的强项 然后带我们去蹦床 这就是他所谓的一马尸归 不要相信老板 再来 玩游戏除了赢之外最重要的是什么 好玩 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很强的人 我遇到一个很弱的人 实力悬殊的游戏是一个好玩的游戏吗 你有没有看过我们去打羽毛球 我说哎呀今天很厉害我遇到国手 我跟国手一起打 然后呢 他一直盖我 还一直盖我 我来 剪球 这叫玩游戏吗 他好玩吗 他找到一个人陪他剪球 我好玩吗 我在那边剪球 这游戏一点都不好玩 小时候我就身材也是这样 胖嘛 我们很喜欢玩摔跤的游戏 就是那种 绝大的优势 没有一个人可以打得够我 他们一来我就摔 一来我就摔 没有人愿意给我玩了 因为他们觉得不好玩 我也觉得不好玩了 后来我自己想一个办法 我说没有问题 我放半手 我用单手跟你们玩 那他们觉得好哦 我们可以玩得过 就有竞争的关系 这个游戏这时候才开始有了趣味 不然就一方一直赢 一方一直输 没有感觉 马老师有一阵子 对杀人游戏非常狂热 但是他当初也是一个很菜的选手 我陪了他玩很多次 每一次他一打牌的时候 我大概就已经知道马老师是什么牌 他脸上就写着 很紧张 我是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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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都不用当一个语言家 都验得出你是狼了 那怎么办 我直接说马老师是狼 我们投他出去 五分钟一局就结束了 不好玩 我想出了一个新办法 我溜马老师 我说 我是语言家 马老师是好人 马老师想说 我是个狼 这个帮我的帮我的 我就跟他打配合打得很精彩 他本来五分钟就应该出局的人 玩了半小时 然后他就觉得 厉害厉害 他自己很牛 大佐是他们音乐圈的人 而且极不擅长辩论 大佐也差不多而已 刚才大佐告诉我们一对夫妻 打完 过后第二天早上 因为解决不了一道 到底应该谁就谁的问题 结果就分手 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分手相当必要 而因此拿了20票 我也不知道这票是怎么拿 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内容 这时候我们其实看这个题目 分手过后 我们应不应该在做对方的朋友 其实我觉得不应该 讲到这里 我们甜甜姐讲因为会痛 她讲因为也是会痛 她讲还有第三者 可能前任的现任女友也会痛 这时候你们觉得很痛对不对 我讲一点开心的事情给你们听 为什么不要再做朋友 因为朋友坐下坐下 很容易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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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节目是在改变人的 我真的没想到这两个字 从严如京同学嘴里面说 来 真是 如京 如京 请继续讲讲 你理解当中的朋友 哈哈哈 我的智囊团 就是他们告诉我 我讲到这里 应该把球交给马东老师借 是什么叫暴露 因为我不是很懂 哈哈哈 你们这些智囊团 我们给他一张纸 上面写了两个字 叫他照读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你都把人家带坏了 我用回吃来做一个类比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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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煮了一道菜 还没有到上菜 还没有到吃饭的时间 记在那里了 我偷吃了一口 没人发现 走一下走一下 大家都还没有开菜 又吃了一口 为什么吃一下吃一下 上瘾嘛 对不对 即使现在不是朋友了 已经分手了 但是我们是什么 是一个踩过线的朋友关系 怎么可能还可以再做朋友 拍电影的人也很清楚 如果我们拍情感戏 表面做变成真的在做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做得很 后面就一定会尴尬 因为踩过界了 所以已经踩过线了的人 要回去 怎么可能啊 一变黑就肯定是全身黑了 要漂白 再强的漂白就也漂不了 所以一进从 是变不回朋友的 变朋友的关系 会很尴尬 这样既然尴尬 我们不如就不要再做朋友 我们再找其他人做朋友 朋友很多嘛 逻辑 你用了好多你不熟悉的词 但是你的逻辑是清楚的 非常清楚的逻辑 逻辑清晰 我强烈建议下一次不要出情感题了 谢谢 哈哈哈哈哈哈 小美妹没有恋爱过 很吃力 真的 我们强烈要求导演组 下次 他能够被一个男人骗一辈子 像如今说的 他吃了一辈子大肠 大肠里一辈子都有细菌 一辈子都有屎 可是他身体依旧健康 你何必要告诉他呢 如果你真的 其实总的来说 不管这个经验是从次数累积回来的 还是从时间的长短累积回来的 就好像对方今天告诉我们的 他总是认为 你经验一多 你的爱情就会贬值 你经验一多 你就是某部分出了问题 只是多这个次数就出了问题了 老师还来个吉他给我们 说我们这里 都是有自豪感的人 想要从征服经验多的人身上 获得自豪感 可是我们做的东西其实很简单 就是爱情不要因为有经验而次数贬值而已 不管你经验多还是经验少 我们不怕你次数变多 不怕你时间变长 你说的是什么 也不怕你岁数变大 对 哪怕他是在夸大 对 你好好地做结论 你做爱刀干牌 没事 没事 我自己都乱了 讲太多 讲到 讲到牛排 该讲牛排了 不是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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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威姐姐 你也太方便了吧 这个好 这个好 无缝切换 切换 OK 陈铭说 我们之所以愿意找经验多的人 是因为我们自私 希望这个人 希望这个人服务我们 因为他经验多嘛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有些人经验多 无论次数 让我 能不能让我来补给你 能不能让我来补给你 所以找经验多 不等于找一个为我服务的人呢 陈铭 这是第一点 带哭架了 第二点 因为是这样的 当鸡汤遇上鸡汤 这时候汤都没了 两只鸡漏了 第二点 你说你想找一个经验少的人 是因为你想呵护他 你想保护他 显得你们好像很无私 不是 你爱的不是一个独立的人 你会呵护什么 你会保护什么 你会保护你们家的小狗狗 小猫猫小孩孩 你没有把他当成一个诚人来尊重 对不对 你在养花养草啊 可是他是一个人 你要跟他相处 你要跟他沟通 你不要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子 来进行养成 所以 不要把你们这些养成狂魔 当成鸡汤党 也不要把我们这些 愿意真正去体会人生的人 当成色情狂 谢谢 房也好 小城 小城市的房也好 大城市的床也好 你在小城里面 你睡的还是床而已 就是重点 不管你住的房间大还是小 你睡的还是一张床 对不对 所以今天讨论的根本不是你的床大 还是你的房大 讨论的是你的生活的环境 是大城市跟小城市的差别 你告诉我只要眼光好 选到一个很好的小城市 总有一天它会变成一个很好的大城市 或者是总有一天你的房价会起得很高 这时候你是一个很有钱的房东 可是不管价钱起得再高 你那一个可以换一栋房的那个价格 你把它换来城市的时候 你发现你买的还是一个床位 所以去计较你的床的大小不重要 也没有意义 我们要看的是生活的环境 大城市跟小城市生活环境最大差别是 比较好的就是陈明老师 大城市网络比较通常 我来到这里 你跟我说我网络科技发达 小城市在这里 没有WiFi 我要上网络层次 我要上网络来做东西 我要看爱奇艺 要看奇葩说 在这个地方暂时看不到 你要用流量 谁说的 都看得到 你这个 我自己觉得就变到那个 在喜马拉雅山顶 都可以看到爱奇艺 如果要这样打广告也是可以的 喜马拉雅山顶也是可以看到奇葩说的 大家一定要支持奇葩说 回来 我们就说嘛 大城跟小城是生活环境的不一样 大城市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是精彩 是你可以活得很精彩 哪怕你睡在一张床上面 你可以打地 你可以叫外卖 这些东西都有 你在小城里面有一间房 你喊的话听到什么 自己的回音 你的房很大 你喊得很大声 你听到你自己的声音 如果你的房间很挤 你旁边有人睡 可是你讲的是对话 有人反应给你 大家活得开心 人生几十年短短 应该要开心 应该要痛快 在一个小城市 你有再多的钱 你出去买的 还是一个不好吃的东西 可是你来到大城市 你有的是小小的钱 可是买到的 可以是你小城市吃不到的东西 还是用大城市的地沟游做的 有大城市的地沟游做的 所以重点还是要活得精彩 不要去小城市里面对自己 对空气里面 空气再好 谢丁轩是没有味道的 对 那个导演组 那个选手 我原意试试 大家都不是第一次 有怎么可能 大家都是他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任男朋友女朋友了 怎么你不嫌你的男朋友 或他的女朋友肮脏呢 问题在哪里呢 为什么你们在一起了 你开始嫌对方 跟别人的时候会肮脏 他其实也跟过很多 不一样的人啊 对不对 你只是干脑 还是最后一个而已 所以问题 不是他给人摸了 给人X了 是他答应过你 我以后 我不会再X其他人嘛 对不对 他答应过你了 你的精神层面上 你的灵魂知道 从此以后 他的身体只属于我的 可能你以前有肮脏过 但是以后不能肮脏 所以肮不肮脏 前提是有没有爱对方 如果你不爱他 他怎么脏 都不关我的事 因为他不会来碰我嘛 对不对 所以精神是决定着你的肉体 如果你们想象一下 一个精神出窥的人 你跟他X是什么 就是一个灵魂出窍的人 就是说这时候你X的不是一个躯体 是一个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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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很多的钱 所以买房子 对他来说 就像买一个玩具 他以前没有这样子的钱 所以他现在有钱 他可以在成都 买一个很大的房子 在里面 我就根据你刚才的那一个论 好吧好吧好吧 他相当不错了现在 没有到很有钱 但他也买了一个房子 建了一个超大的衣帽间 加上粉红色的地址 但你想想 如果不是每一个人都像肖肖那样 如果我们现在只是刚刚好 可以买一栋房子的头期间付了 我告诉大家 我没有办法做一个超大的衣帽间 我可能连一个衣帽 现在也比较难买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像肖肖那样 有一笔很大的钱 让他为自己打造一个梦想的家 他想象中很好的房子 如果有这一笔钱 买房是一个我休闲之后 可以做的事情 当然买房没有问题 他第二点说 父母会送孩子房间之类的 因为也是 如果有别人送我房子 我怎么可能会觉得 这不是一个幸福的事情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 不是送房子 也不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闲钱 可以买房子 是在我们刚刚年轻人的时候 刚刚出来工作 有的事 到底应不应该买房子 我觉得不应该 为什么 很简单 你想一下 买了房子 要还房贷 那是负担 房贷在手 它让我没有办法去做任何其他的事情 我小时候我妈妈常常讲这句话 他很喜欢我有一样喜欢的事情 因为如果我有一样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可以知道怎么控制我 因为我很喜欢辩论 所以如果一不做 他想要我做的事情的时候 他不让我去参加辩论活动 这样我就不可以不做了 如果你不去做功课 你不可以去辩论活动 如果你今天不早点睡觉 你不可以去参加比赛 所以我很乖 功课我照做 活动我照参加 因为我有喜欢的事情 如果今天我在我最年轻的时候 我买了一栋房子 因为要养这一栋房子 因为我要还房贷 我没有办法这么潇洒了 今天公司不好 我能不能不做 不能 因为我要还房贷 我不做工 我转行 我现在跑出去创业 房贷越要还 创业越要给钱 怎么办 所以房子这个时候 不是变成一个幸福的事情 它反而变成了我烦恼的事情 因为这个房子牵绊着我 它是我喜欢的房子 是我想要的房子 但是也不能不否认 这个房子现在在绑住我 年轻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不是买房子 是追逐自己想要的快乐跟幸福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房子偏偏就阻碍了我追逐幸福的路 第二点 肖肖告诉我们 有了房子才有了根 一个根才会让我们有归属感 但是我们觉得房子不是根 家人才是根 家人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不是地在哪里 你家在哪里 如果我们把我们买的那栋房子 当成是我们的根 其实我们觉得是绑住了自己 你想一下 如果好像刚才那片小片一样 他住在七环 他买了一栋七环的房子 这样他所有的朋友圈 生活圈 交友圈 就会绑在七环了 你想一下 再怎么 喜欢坐火车 再怎么喜欢搭地铁 再怎么不怕赌的人 他也没有办法在中关村上班 在七环住 来回通勤好几个小时 是吗 其实我不知道中间花几久 还蛮远的 对的 还蛮远的 你叫一个女朋友 如果住在中关村 你每天送她回家 搭几个小时的车 然后她回了家 你还要自己回家 再搭几个小时的车 这也太累了 就是说你的根 你的房子 决定了你旁边所有的据点 这时候你更加跑不了了 所以我们才讲 买房子 但是 这东西要考虑多一下 我其实讲完了 会很突兀吗 好啊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所以 不怕买房子没有家 只要转一转观念 四海都可以成家 谢谢 谢谢 进去